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很年轻 我们坐下条 坐坐坐 坐你坐 好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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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我看到您那个中很漂亮 中啊 老中了 老中啊 嗯 这多少年了 哎呀 五十来年了 六十来年了 六十来年了 我听主任之前有介绍过您啊 说是您是从之前在外地打拼 然后现在又回来了 对对对 这少危险了 打工也不行了 老了 瘦不了了 这就是会长湖住院了不是 干部就说你回来 你老家也没法不是 嗯 说是湖住院可不错 你就累了湖住院 我就累了湖住院住来了 他的意思说呢 他早年在外打工 然后回到村里之后呢 自己的房子也不行了 嗯 然后那个咱们政府不是有这个 盖了这么一个机构啊 湖住院 然后他就符合条件 他就来这儿住了 嗯 然后他在这个服务院还打扫卫生 嗯 这边的卫生也是您 哎 这我们小领导对的 他负责打扫卫生 嗯 他挣点工资 哦 那很好呀 哦 真的挺好的 嗯 干部你们来的 尤其是成功这个 搞这个 对 我们打算做那个活动室啊 无论赶都爽了 哈哈 他说常说过来 我这女人听以后挺支持啊 他说知道你们来了 都给老人们弄弄活动室啊 嗯 这下就更好了 嗯 那那您喜欢 平时有些什么娱乐爱好 娱乐爱好就安看电视机啊 啊 安看电视 我还听个音乐啊 唱歌啊 音乐 我们打算在那个活动室 放一个特别大的电视机 对 然后过春节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一起看春晚安 对 这个您喜不喜欢 喜欢喜欢 对 应该将来能够业劲的电视机 业劲的电视机 那肯定能够满足 对 我去之前啊 我们就通过一些 对老人的基本的一个了解啊 他们好多都是留守老人 所以我原本以为他们可能生活的会 嗯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 但是我去了之后发现 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就包括我去看到的那位老人 他家里其实 布置得非常的精致 墙上有好多幅啊 然后也很整洁很干净 他们已经过得很好了 就是政府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我们的到来 其实就是想让他们在现有的 已经比较好的生活条件下 能够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便捷 发生了好多幅啊